小花園 大家好 我是Julia 今天來到我的小花園 然後我的小花園裡面有很多 大家來會說 這個容器好奇怪去哪裡買得到 其實買不到 它就是我自己用 我們廚房裡面隨手可得的一些食材 器皿的一些空罐 然後運用一些小巧思 就像前面這個可能保有它原來的圖案 然後或者是說我們把它上一些顏色 寫一些簡單的英文字 然後我們再種上植物 它就會變得非常的與眾不同 現在為大家示範 空玉米罐如何改造變成一個花器 那它其實就是只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因為要種植物要排水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底部打洞 那打洞怎麼打呢 打洞我們就是運用鐵錘 再加上釘子 然後就在底部打上幾個洞 那當然是要多一點比較好 排水性比較好 那上色的話我今天選擇的是 壓克力彩繪的顏料 那這個可能比較不好買 那當然大家可以用 一般的油漆就可以了 就是用水彩筆 然後沾上顏料 把整個瓶身都把它上色 那上完色等它乾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寫字 那隨便你想寫些什麼 那像我就是寫上畫面的英文名 剛剛的人講就可以了 那上面的瓶罐我保留 是我想說把它折一半然後上色 然後可以寫植物的名字 它就是好看的一個花擦 那最後我們再把植物種上去 好這樣子就完成了一個 玉米罐改造的 很有風格的花器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